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俩永远达成不了共识 王女士 26岁来自内蒙古 肖瘦 来 有请王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现在是在南京生活 是吧 对 但是都是从内蒙古去的 对 到南京几年了 到南京三年 三年 对 结婚几年啊 结婚一年 结婚一年 对 现在的冲突和矛盾是 要不要在南京定居 是吧 对 你是想在南京定居 是吧 对 你是反对 对吧 对 好 说说吧 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也是在老家嘛 有个朋友来南京了 然后他就在这边说让我们过去看看玩一玩嘛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也没迟工作 我就过来看看和他一起过来 来到南京以后呢 发现这边反正还是蛮好的 但是我没决定要在这边生活 在这边待了几天呢 然后就是他呢就要在这边说是先找个工作嘛 因为我那边工作我还上班啊 他说在这边找个工作 就直言跟我这样说 然后呢他就找工作了 找了工作以后呢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呢 就是我们有个也是内蒙朋友嘛 他是又在南京这边周边呢 看了一个房子 当时呢就说 让我们过去一起看一看嘛 其实我说看看房子嘛 陪朋友一起过去 这个是很正常的 当时过去以后呢 我们朋友是买了一套房子 然后呢就定下来了 然后他呢当时跟我说 这边房子也好呀 各方面条件呀 他也没跟我说 以后的一个发展什么的 就当时就交了定金了 所以说我当时非常反对他这个 我说最起码买房子是吧 他也不是说买什么东西啊对吧 你最起码要和父母和家人商量 而且我们来南京呢也是来看一看 也没有说是当时父母都不太知道知道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 我就和他就达成不了协议 就是我当时是和朋友去的 然后是朋友他们买房子 然后我感觉房子特别抢手 到晚上的话他就没有了 必须提前的预订金 然后我就当时直接就付了 我就感觉既然来了 就来这定下来 年轻人应该出来闯荡 不想过那种安逸的生活 不想回老家 既然出来了就想在外面打拼 那你要跟我说一下吧对吧 旗田要和我说一下 那当时是因为时间嘛 时间不要紧 我们要和家人说对吧 这个房子现在住上了吗 已经已经就是交了地址 只能说买了 买完了现在已经房子 不是挺好嘛 买了就买了嘛 那他现在吵着要回内蒙古 要回老家 我是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 都在内蒙 而且呢南京到内蒙也是很远的 就是我想内蒙也挺好呀 而且父母在那边 将来我们以后有了孩子 对吧 还有父母呀 有亲戚朋友都在那边 这有什么不好的 他呢是就喜欢那种的爱闯 就是我是就是喜欢在老家那边嘛 对吧 生活也是相当不错嘛 我工作也好 然后他呢做销售 我们两个人 他一个月也能证个 他就是太过于安逸 我感觉他选择逃避 年轻人应该出来闯荡 他就感觉总是要回老家 我们这节目 首先不是一辩论节目啊 其次是回内蒙也好 还是留在南京也好 可能我们的观察点 是夫妻之间的感情 究竟怎么样 如果夫妻之间的感情特别好 没有出问题的话 我个人理解和相信 道理在哪发展 其实都不是个问题 因为它很容易达成一致 就协调掉了 所以你们俩是不是在情感上面 有一些冲突和矛盾啊 对 我就感觉他每次在朋友面前 不给我面子 就比如说有一次吧 他有一次是因为我俩争吵 之后那天有点不愉快 然后朋友正好聚餐 晚上要出去 他就怎么着都不出去 一开始是说好的要出去的 就感觉我很没面子 然后我就跟他说通了 然后让他配合一下出去了 但是一直甩着脸子 一直那是白脸子 其他的都是我朋友 我也没事朋友 对吧 因为朋友吃饭嘛 对吧 人家问我话 我也什么说 但是我也没感觉我是白脸子 是你说了 但是你是 他就非要完美性性格 就是说 朋友吃饭啊 你不给我面子 咱们竟然出来了 对吧 就跟我说这些 我说 这个也没什么 我感觉很正常 还有就是生活上面好多 就是比如说 决定一件事情 就是总是他就是决定了 就不够商量 他很强势是吧 对 你们家的事都是他做主啊 对 基本上他做主 就是我最后就妥协了嘛 我只能说随他 因为他这个人 就和我闹 最后我就没办法了 他跟你闹啊 对 他决定事情 你说我不答应 到最后他也 除了房子之外 他还决定过什么大事 你不答应 然后他跟你闹 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可以吗 别的反正就是小事情 就结婚生孩子的事情 就因为结婚的时候 我是一直推着 我不是不想结 我只说晚一点结 因为每个人面临问题 都是说先谈恋爱 然后结婚 然后生孩子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结的早相当于 肯定家里面人催的 肯定是这样的 然后下一步 肯定面临生孩子 所以就不想结婚 我一直在推 什么本命年啊 或者怎么样的 找各种理由推的 然后没办法 只能去年就结了 所以你是不愿意结婚的 是这意思吗 对 我只是想往后推 并不是说不想跟他结 就 他老是误会 老是这样 但是我感觉就是 因为父母都让 催着去结婚 因为我俩出了都三年了嘛 因为老家呢 父母都感觉说 是时间长的 也不是太好 就是说赶快去结吧 他就每次推托 就是今年 本来年 明年 反正这个 后年这个 反正就是不想结 我猜你是不是挺想要孩子的 我猜你家里更想要孩子 是吧 父母 对 但是我猜你肯定不太想要 对 因为就很耽误事情 我是一个 就感觉 就必须要有一份 自己的事业 事业比较稳定的时候 然后再要孩子 感觉我俩同岁 然后晚两年 要孩子也没关系 28 9 都26嘛 对吧 对 还很年轻 然后30岁之前 要就可以 我就感觉 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这个 我们老家会有 很多的说法 就是说 你这么大了 都不要孩子 那当时就不应该 这么早结婚呀 那往后推呀 那不是你催的吗 这俩人其实想要的生活 是不一样的 你想要的生活 是这种打拼的生活 男生可能想要一个 更传统的 更安逸的一个环境 或者叫安全环境里的生活 是吧 对 所以你们俩谈了三年恋爱 怎么都没把这些事 掰扯清楚 就结了婚了 我就特奇怪 包括女生今天 刚才说的 我挺震惊的 你要结婚 我没想结呀 你们逼着我结的 后来招呼了一句说 我还是要跟他结 其实这不重要 就是说 在结婚的态度上面 你是不太想结婚的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俩 这三年恋爱 是怎么谈的呢 我们以前是同事 然后一起认识的 就感觉他对我特别好 就每天 送我上下班啊 还有就是 很多的一些 平时的一些小事情 细节就感觉 你们是在南京认识的 还是说一起 从内蒙古到的南京 在内蒙古认识 之后来的南京 但来南京的时候 我是父母是不知道的 我没有和讲 怕他们担心 当时他来南京 父母都不知道 然后第三天 他姐姐打电话 他说在南京呢 然后他姐说 你要再不回来 我就报警了 那你不算是 私奔去的南京吗 还是就是朋友 搭伴去南京去玩 还有好几个老乡 我们一起来的 是一起来的 对 就是到了南京之后 等于女生的家里面 并不知道你们到南京了 那会儿老乡说 到南京是去玩啊 还是要找工作 因为我的老乡 他是在南京 就是工作嘛 蛮好的 他说你也过来吧 他在那边发展特别好 然后过来看一看 所以我们还原回来 实际是这样的 一个老乡在南京 工作得不错 听了之后 点燃了这个女生 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心 对 然后他就跟男朋友说 我要走 你要不然跟我来 要不然你就留在这儿 是这样吗 对 当时 然后等于你是离了职 跟他去的南京 是这意思吗 对 因为他执意要去 我说这么远 对吧 一个人 你可以不去啊 我当时就是考虑到 我说去玩一玩 我也没想到说是去那边 好了 我看到他一个人 我说照顾一下 我那会儿来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说 南京以后是定居在哪里 没有确定过 但是来南京 发现外面的世界 特别美好 然后就在那猛的时候 就感觉到经历之八 那你要再去了个什么 北京啊 上海啊 广州啊 其实即使是南京周边的城市 你会觉得也挺美好的 你知道吗 这孩子真是 就总而言之 就是这么来了是吧 对 所以这三年 你们自我评估 你们算在南京待下来了吗 待住了吗 对 我感觉就是压力很大 他总是感觉压力比较大 我感觉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他这个人倔强 非常的厉害 就是而且他完美性性格 就比如说我要去和他逛街 对吧 本来是给我买衣服呢 他非要说他喜欢的衣服 你说给我穿嘛 对吧 而且他要是买得不合适 还跟我生气 对 就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是这个意思 对 我说我这件衣服我就喜欢 然后他说 他不喜欢 我说这个东西对吧 毕竟是我穿 然后我自己买衣服也不对 网上买也不对 我就是为他好就感觉给他搭配的 然后就感觉 就会自我的认为 感觉我的眼光会比他好一点 然后 是 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这次他就坚决要回内蒙古 你怎么办 我还是选择留在南京 那就是两地分居 你接受两地分居的事实 我接受 你就不害怕你们这种 长期的夫妻之间的两地分居 最后导致你们婚姻可能就没了吗 我还是选择在南京 即使失去这段婚姻 你也愿意捍卫你的想法 对吗 是这意思吧 我理解的对吗 对 好 我问你 你敢自己回内蒙古吗 你敢把这段婚姻放弃了吧 你输了 这事就是他输了嘛 因为对这段婚姻在这个关系里面 男生可能 我不是说女生不在意啊 至少男生在心理上是更在意的 更怕失去的 那个心里更怕失去 因为毕竟父母嘛 在那边 我说就是将来以后嘛 就感觉 他这个人就是 把父母接过来 然后孩子以后 现在接过来 毕竟不是太现实对吧 因为我们的生活 还没有稳定下来 我感觉打拼几年 然后对未来就是考虑 我估计在现实生活里 肯定是你赢了 但是你老用这种方式赢 你们的婚姻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你让老师好好 帮你们拆解拆解 婚姻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问个正事 还有正事要问呢 你俩在南京那房子的钱 哪儿来的呀 买房子的钱 我父母出的 当时买了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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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不是说分分钟 从银行取出来就有的钱 一定是东拼西凑来的 所以他一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翻唱 订阅 识后来 skal看 第二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生同意山大老师刚才说的吗 在你心目中你的事业是大于你们的爱情的 同意 同意 那我告诉你 你如果按照这条线走的话 你事业也不行 爱情也没有 听起来好像你是一个很能奋斗 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事业付出一切的 但其实不然啊 你之所以能够在南京买房也得益于南方的家庭的资助 对不对 你试想一下 如果你的事业当中没有了南方 没有了南方的家庭 你事业能有吗 不可能的 我始终不相信说 你在爱情和事业当中你会做一个单选 也不可能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早就已经让他绝望了 因为实际在你们的相处当中 虽然都是以他的妥协来推进你的事业的成长的话 其实你是看到了他的付出的 所以刚才主持人在问你 真是要婚姻或者是事业作为单选 你是眼睛立马就红了 你做不出这种单选的 而且也别给自己这种假象 换句话说 不要给对方强烈地还是说 我只选事业 所以还回到我们这个 现在你们的矛盾那个点上 在南京还是回内蒙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用什么一种方式能够在一起 在一起之后 我们是先在南京待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内蒙 始终都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而不是你或者我的事情 明白吗 不要那么强势了 面上你是说 你不给我出这个钱 我就不结婚 其实不然 真给换一个人 给你更多的钱 你能跟他结婚吗 不可能的 以家庭幸福为前提的事业成功 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呢 明白吗 你们设定同一个目标吧 好吗 就这样 谢谢 来 白老师 两位好 我觉得其实用两个特别流行的手势 能够特别好的去诠释他们两个人状态 女孩就是有一个摇滚的手势 好像是这样吧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女孩子 然后这个男孩的手势就是这个 小爱爱 为什么就你们两个说完之后 给了我两个这么完全不同的两个感受 我觉得对于这个男孩子来说 真的是考验你的时候是到了 显然你非常清楚知道你要的 当你很清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能够坚定地去战胜很多的困难 比如说家人对你们的一些微词 比如说工作的选择 而为什么说考验你 因为女孩子其实她不知道她要的是什么 她只知道她不要的是什么 她是一个一种特别叛逆的状态 或者说一种特别战斗的状态 就很有摇滚精神 她说我反正就不要回内蒙 我就不要什么 但你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她并不知道 她内心是非常的焦虑 你看这个女孩子她的控制感那么的强大 为什么因为控制感越强的人 说明她内在的安全感越弱 所以她要把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她才能够让内心有安定的感受 所以她如此的焦虑和没有方向 她以为我做更好的事业 我赚更多的钱 我能够去创造更好的自我这样的一种成绩 现实的成绩 这个是我想要的 可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其实她并不知道 她就像一个眉头苍羊一样 特别迷茫地在她的生命当中去飞翔 所以这个时候她的焦虑考验的就是你的承受力 然后这个女孩子我也想跟你说 刚才我说就是你内在并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你以为到南京就可以拥有 但拥有的是什么 其实你内心很迷茫 所以你的这种焦虑 我倒觉得某种程度上 这男孩是伴了你的后腿子 因为他让你的内心当中还有那么一丝丝的那种安全 或者是你的焦虑可以先暂时地放在他那 我挤着他去 我逼他去 然后我去弄他去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焦虑就被缓解了 你就还不至于把自己逼到那个绝路上 如果他也消失 就以你现在的这种巨大的焦虑感 你就会拼命地干活 拼命地去要创造出一些现实的物质成绩 来去完成你内在焦虑的一个远离 没准你真的可能会做出一些成绩 但是你并不会因为那个成绩 而去获得你内在的安定感和愉悦的感觉 我倒觉得你之所以过去这三年 没有跟这个男孩子离开 其实你内心有一个特别微弱四隐四线的一个声音 告诉我这是你唯一对自己好的一次选择 那就是你让一个这样的平静的 稳定的一个目标清晰的一个男人 来去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其实是你对自己还没那么残酷 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因素 也从你的生命当中拿掉的话 那你就真的只剩下像风一样的奔跑 但是并没有方向 所以对于你们是要去哪儿或不去哪儿 我同意刚才两位老师的意见 那不是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到底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你们认为最重要的能不能找到一些相似 或者靠近一些 如果不行 不勉强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图老师 一个人的行为习惯 时间一长就很难改变 我跟我老婆出去逛街 永远是她走在前面的 她好像从来不怕我丢了 她从来不回头看 她就静止地走 左拐右拐 我有一次曾经尝试着躲起来 我看她会回头看 谁知道她一次都没回头看 特别受打击的 然后我就找她训了她一顿 我说你怎么不回头看看 万一我走差了怎么办呢 她不管不顾的 因为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 但是在事业上 是她跟着我走的 你知道走在前面的那个人 看到的是广阔的世界 而走在后面的那个人 只看得到背影 走在前面的那个人 是需要勇敢的 但是也需要无情 因为她老往后看的话 她沾了一点英雄气端 和儿女情长 她就打拼不下事业 而跟在后面的那个人 心中有的只是牵挂 她的世界只有背影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都不是这样的人 你既不是走在前面 那个非常勇敢 可以一往无前 抛掉所有的儿女情长 去创事业的人 她也不是一个 只会低头看路 心中只有牵挂 愿意 根本就最后 有不一样的 уд优优独播剧场的 会 啥 这也不是 我闭着 他只是 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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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 谢谢两位请回 请关门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我爱你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有请 来 这个送给你们啊 谢谢 谢谢啊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我们都结婚十多年了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小摩擦 都是在所难免的 其实很多家务他都做不好 我也一直没说什么 但是我们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 分歧很大 我其实不太认可他教育孩子的方法 有时候我说他 他还觉得我说错了 因为现在我们工作都比较忙 孩子跟老人住 我有时候说孩子 他还说我不对 我觉得这样对孩子特别的不好 他现在特别想把孩子 接回来给我们生活 我觉得没来个必要 但是他非常的坚持 孩子的事情必须要解决 他也必须要听我的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翁先生34岁来自四川消瘦 来有请翁先生 宋女士32岁来自四川 个体有请宋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 12年呢 有孩子吗 有 几个呀 两个 男孩女孩 一样一共 结婚12年感情好吗 我们结婚十多年了嘛 我觉得生活上也有些小摩擦 最主要是我们对孩子教育方面 我们产生了分歧 还有就是吧 我们这两年才出来 分开住的嘛 以前就是跟父母住在一起 是吧 然后这两年肯定是有一点小矛盾的 他这个人吧就是很难 家务什么也不做 下班回家都是玩手机打游戏 我下班也是很晚嘛 就是有时候是九十点 有时候十一二点 才下班 我就每天就是上通班嘛 很忙的 然后下班回去 什么也没做 就是肯定有时候回去 心情就不好嘛 说他他也不愿意 然后 不是结婚十二年了吗 是突然变懒的 还是十二年一直就这么懒啊 刚开始嘛 是跟他父母住在一起 是吧 哦 哦 然后以前都是父母 帮着做是吧 等于你们是跟公公婆婆 住在一起的 嗯 刚前几年都是 哦 现在呢 只有这两年是 然后我们都分开住了 这两年就是 有自己的房子了 就分开来住了 哦分开住了 所以他的懒这个毛病 就暴露出来了 是这意思吗 是的 其实不是我 不是不做教步 只是我做不好而已 就是 有一次我想他下班比较晚嘛 我就想跟他碰到一点负担 把那个橙色的衣服 和那个白色衣服 一起洗了 他回来就想骂小孩那样骂我 说我不应该这样洗 而且很年龄的那样子 我觉得很没面子嘛 所以我就不怎么做家伏了 然后就是孩子的事嘛 教育小孩子 孩子 孩子怎么了 嗯 孩子就是跟他父 跟爷爷来来住在一起了吧 就是现在嘛 我想把他接回来 跟我们一起住 然后自己教育他们 就是这样 然后他不愿意 孩子跟父母生活了 这么多年了嘛 他也习惯了 父母的那个生活习惯 而且父母也喜欢 跟海小孩都待在一起 啊 因为我们刚刚在翻了新家嘛 方舍完了房子 跟亲戚朋友 借了七八万的钱嘛 我们就想想 这两年嘛 就攒进一点 把这七八万还上了 再把孩子接过来一起住 哦 我是想把他爷爷来来带四个小孩 是吧 怎么不是就俩嘛 就冒四个了呢 我兄弟有两个 也是让我 让我爸爸妈妈再带 你弟弟是吧 我弟弟也是两个 你们真行啊 够厉害的了 然后就是吧 我就是想跟他 父母也减轻一点 负担是吧 他一起挺辛苦的 我大大的儿子 已经就是一岁了 明年就是二岁 上初中了 我就想把他接过来 然后让自己多看一下 看一下他 然后多沟通一下他嘛 我小的 那个明年也上小学了 哦 您不同意的最核心的理由 是什么呀 因为我们两个下班的时间 都不同意嘛 就不能更好地照顾孩子 我想放在父母那边 更方便一点照顾孩子嘛 住的离父母有多远啊 父母就是在我们家对面 的那一栋楼 你们的房子 怎么会挨得那么近呢 是拆迁回迁吗 对 哦 过去十几年 跟父母住在一起 等于是 还没拆迁 对 哦 在一个大院里住 是吧 现在拆迁了 反而拆出麻烦了 是吧 搬了新楼了 人分开了 其实就几步 从你那儿到父母那儿 几分钟啊 五分钟 就这五分钟都不知道 把孩子接回家 到自己家睡 还搁父母那儿呢 我是一直就想 把他接回来的 接 就是他不愿意啊 他说 你真的不想接回来 我是不想接过来 我是想这 等这两年 我们把我们欠的账还完了 再把孩子接过来 不是跟欠账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我们两个 都有稳定的工作嘛 我们现在 差了七八万的欠款嘛 我想在最近两年 我们担心一点 把这个帐还呢 再把孩子接过来 这样 为什么一定要等 过两年才接回来呢 就五分钟的路 你指的减轻负担 是减轻了哪一块 其实是他想把孩子接过来 但是我就不愿意 把孩子接过来 我就想把孩子 放在爷爷那里 更好照顾一点嘛 其实我觉得 我们两家 就应该都不是很远 我觉得这个我下班 我可以去看孩子 你们俩谁能够描述一下 你们现在的这个 一天的这个生活的作息 是什么样的 您来说一下 我们生活作息 我早上八点上班 下午七点左右下班 好 这个我就不细问了 七点钟之后您做什么 这 打游戏每天 打游戏 回爸妈家吃饭 吃完饭打游戏 是这意思吗 吃完回家就打游戏了 在床上躺着 回谁家 然后吃完饭都回自己家 吃完饭就回自己家打游戏 孩子呢 在父母那里啊 好了 这次听明白了 还有就是教育孩子这方面 他也有分歧 也有这种 然后我教育他 就老师骂我 有一次吧 我当个大儿子 他个儿不是比较矮吗 比同龄人要矮一些 有次他听见同学说 他喝了牛奶可以长高 是吧 当时他跟我说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长高不是光喝牛奶 都可以长高的 有很多因素促进长高 比如说多运动啊 还有多吃不挑食啊 还有就是每个人长高 有不同的阶段 是吧 有些是在初中 有些是不输过后 然后才长了 过后我听见他奶奶说嘛 他说你儿子天天每天早上起来 都跟我说要喝牛奶要喝牛奶 然后我听了吧 我都非常生气嘛 不高兴 其实也不是说生他奶奶的气 我就是生我儿子的气吧 为什么你去跟奶奶说呢 你这样还是你奶奶觉得 我不爱你们似的 好像是苛刻你们很 然后我那天我看见我儿子 我就骂了他嘛 他骂我说不该那样说他 这孩子他已经12岁了 他有自己的自尊心 他在超市门口 那小孩 那小孩都有自尊心嘛 我觉得如果你教育孩子是对的 但是你应该在人少的地方 教育孩子啊 或者是在家里面教育孩子啊 这样不是更好吗 这样很容易 给他产生这种心理负担的 而且在家里面 他对孩子是很严厉的 就是我小孩和小朋友一起耍嘛 不小心摔了一跤 只要听到说他妈妈来了 他立马就会站起来 看一下后面来人命后 就达到这种程度 他不怎么管教 然后我不管谁管呢 那是不是两个都 那样接爱孩子 以后他长大了怎么得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才说 把孩子放在爷爷那里 这样孩子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核心问题看来 还是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 相当于你们俩在很多问题上 答不成共识 是这意思吗 那现在我们听起来 无碍忽于就是 夫妻之间 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 有冲突和有分歧 第二 现在因为这个过去一直生活在一起 因为搬迁 因为拆迁问题 所以家里分了新的房子 是这意思吧 是的 然后妻子觉得有条件了 想让自己的两个孩子 回到家里来 由他们夫妻来教育 但是丈夫的意思 还是要留在爷爷奶奶那儿 因此又发生了分歧和冲突 是吧 是的 然后夫妻双方 在这个问题上 不能达成共识 他们觉得影响到了 他们的夫妻情感 所以今天来到了这儿 对吗 对 大概问题摊在这儿 应该怎么办 我们听老师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为什么丈夫一定不要把孩子接回来 因为会打扰了他的亲近游戏时光啊 当孩子如果回到了你们两个人生活的这个空间之下的话 你得辅导他功课 然后得给他洗洗涮涮 准备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得做早点 工作也就繁重起来了 所以现在这种的舒适的环境之下 丈夫当然不想变 那妻子想变 我想到了一个原因 爱于婆媳之间的关系 爱于孝道 爱于我们传统意义上要孝顺老人孝顺婆婆的这种的面子 或者这样的情况 敢怒不敢言 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他看不过眼的 我们其实每一个当了妈妈做儿媳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因为两代人之间对于教育孩子的这个问题上会有分歧 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这是老人 老人在辛苦带着孩子不容易 我们不能过多的去指责或者说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定是有一件事情触动到 妻子决定要把孩子带回来 我觉得可能就是牛奶的那个问题 妻子会怎么想 妻子会觉得好像是她在教唆孩子去跟奶奶要牛奶喝 但实则她没有 但是你说她要不要去直接给孩子买牛奶呢 那我买多少啊 家里面四个孩子 我只给老大买呀 那兄弟的那俩孩子怎么办 喝不着看着 所以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如果把这些现实的问题都归结在一起 她一定要把孩子接回来的 你们不打破现在的舒适区的话 未来对孩子来说是会有影响的 因为就有研究表明 孩子如果长期跟老人生活在一起 他们的智商情商发育水平都会 不是说会低啊 是会缓慢 所以 不要忙着只顾了还债 低下头来看一看你们现在的生活环境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 来 去坐 因为还债 所以把孩子送到父母家 那都是借口 你们夫妻之间也没有因孩子不在 而感情更加深厚啊 没有 去父母家吃完饭回来 你不是说帮着一起做做家务 你从来不沾手 她呢又回来得很晚 你们很少有交流 你有喜欢打游戏 完全是一种各自生活的一种状态 现在终于我不知道 因为是什么事情 终于让妻子 醒悟到了 再这么下去 这个家就完了 为什么 夫妻夫妻之间没有任何沟通 我猜想你们的孩子跟你们之间 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情感的交流 虽然隔了只有五分钟的路 虽然只是对面这个距离 但是 孩子的心里他怎么想的 是每次父母过来只是看看我 吃顿饭就走了 最亲的是爷爷奶奶 我觉得你们心肠都太硬了 对自己的孩子心肠硬 孩子把你们身上当成外人 孩子为什么一听到妈妈的声音就 就站前那是怕 不是爱 孩子跟父亲也没有太多的交流 你根本就不会管 对父母也蛮狠的 于心何人 每个人都会辛苦 你们两个的生活可能更加辛苦 因为有你们特定的还债的事 有你们工作的时间的长的事 但是 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 赶紧把孩子接回来 即使这么短的距离 赶紧把自己做父亲 做丈夫的责任担起来 还债是你们夫妻共同 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教育孩子不能怕辛苦 否则孩子未来长大当中 从成长当中缺失父亲母亲的爱 是很可悲的 很可怜的你知道吗 同时在你们磨合当中 在真正把你们夫妻的感情方面 再去做一个磨合 你们现在全是逃避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齐总 来 白老师 谢谢 前两天有一个采访问我 就是说白老师 你看你事业生活都平衡得这么好 你怎么平衡的 我说其实生活 事业 天呐 就是我们的美人 ania 面语 我们还是不可以平衡的 我说的 真的 真的 我说你没必要 有一个采访做的 你只是跟你说 你不可以平衡的 但是越来 Maine 你不是 天呆 你 你就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拿来做什么 只是为了要给儿子买个房子 以后让他结婚 我不太理解 反正我觉得五分钟的万水千山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悲伤的事情 所以如果今天 你们再一次给你们的生活 做选择的话 请自己去承担那个后果 因为你逃不掉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图老师 就有的时候吧 你就比如说你到邻居家去 你不去自己家 你就去邻居家 看见一个老太太 每天带着孩子 起早贪黑的 换尿布也好 给她拔尸拔尿也好 喂饭 喂菜也拔 然后晚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你考虑一下 我听到多么多老师给我的开导 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把孩子接过来一起做 一想过就做错了 对不起 两灯吧 行了 回去吧 好好想想吧 达成共识了咱该怎么做呢 回去吧 回去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来吧 我们来看这一对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我在这里谢谢几位老师 我们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了 以后回去 我跟你说 你们俩难免孩子回来之后 你们俩之间碰了 好好的吧 我们期待着你们一年以后 因为孩子的点事再来舞台 我们听听你们俩是怎么大的 那才是真实的生活 赶紧把孩子接回来吧 好好教育他们 谢谢你们的爸妈也 好好感谢他们 谢谢你们能来 谢谢清辉 其实也是跟着咱们的嘉宾一起成长 有时候他们来提供一些 生活的个案的时候 你观察 你作为一个观察者 然后在旁边想的时候 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还是要谢谢他们 希望孩子回家之后 他们能够用心地去爱他们自己的孩子 下期节目再见